要來關注柯文哲最後會被吳寶請回 還是遭到收押呢 我們的記者繽紛多路 除了剛剛守在北檢之外 以及包含我們的葉婷 在柯文哲的家門口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記者蔡允山 也持續守候在廉政署 帶大家關心最新的情況 那麼如今這一次偵辦金華城案 前台委市長柯文哲 他現在被列為貪污被告 目前其實他還在 廉政署接受約談當中 時間已經超過了12小時 目前有任何最新進展嗎 我們先連線記者蔡允山 好 直播各位觀眾 持續為您守候在廉政署 這邊的最新情形 簡連偵辦金華城案 目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是被列為貪污罪的被告 他們兩人的妻子 也就是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還有彭震生的妻子謝姓妻子 他們兩人是被列為證人的身份 他們四人在今天 都被陸續的送到廉政署來進行約談 而在稍早的時候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是最先從廉政署這邊被送到 台北地檢署來復訓 目前也是吳寶請回回家休息了 另外彭震生夫妻檔則是在稍早的時候 坐同一輛車一樣是從廉政署 被送到台北地檢署復訓 目前就勝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作為壓軸 而他自從中午12點送到廉政署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2個小時 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目前簡聯都還在偵辦當中 以上是現場最新主播